哈喽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是星期六 就前两天我刷到了一个博主 他就是说他因为是那个就是 那个养颜美容的一个博主 我看他做了一个 那个玫瑰柠檬蜂蜜茶 我看挺简单的 昨天我也买了一些食材 现在准备做 这是前两天我就买好的 就在晚上买的这个玫瑰花 还有刚才买了三个 这种黄的柠檬 然后就是蜂蜜 就可以做了 现在我需要把这个玫瑰 他不要那个bump 他只要这个叶子 我把它给全部弄出来 然后这个柠檬再用那个盐 搓一下表面 放在那个锅里 和那个黄的冰糖一起炒 然后再放这个玫瑰就可以了 我说的有点结巴 因为还没做过第一次做 等一下看看会不会成功 现在这个玫瑰花弄好了 我买的是这个大朵的玫瑰 本来现在蛮小的 后面就是人家自己的生日 多一朵比较大 比较大一点的 现在弄得这么多 应该够了第一次做少半点 这半瓶就留着泡水 如果好喝的话下次再做 好 还买了三个黄的柠檬 我看人家就是要黄柠檬 现在还放点盐 搓一搓表面 再用水洗一下 有两个是我上星期就马上 因为那个食材 就等到这个星期一起做 我还第一次做这种 然后用这个纸 把多余的水分给吸掉 不要让它有那个水 我先用一张去洗一下 等下再多洗两遍 这三个我买了五块多钱 还是挺便宜的 这个柠檬我也弄好了 这个柠檬我也弄好了 然后把里面的糊也 结果挑出来了 不挑的话容易苦 现在是材料准备好了 玫瑰柠檬 还有这个黄的冰糖 现在要准备 开始做了 现在要准备开始 现在要准备开始 我先开始 会有点紧张 还有一对小豆腐 把这个柠檬放进去 然后再把冰糖倒进去 然后再把冰糖倒进去 我这个买的不怎么好 这小火不是 它就很大 这个火怎么行啊 还是有锅的问题 就让它正放上桃吧 里面的冰糖已经融化了 我要在这里不停的搅拌 因为这个火 有点大 最小火了已经是 不过还好没有糊掉 现在冰糖也要化了 把这些玫瑰倒进去 给它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冷却 然后没有冷却 就搅拌在那个蜜蜂盒里面 我现在蛮紫的 都是这个 玫瑰花的香味 我的冰糖也有点放多了 不过因为这个柠檬有点酸 太酸了 应该是刚好是 摊死的 很好喝 超超甜甜的 只要再多放一点 那个玫瑰就很合适 差不多了 让它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现在它最近准备好 然后把这些 放上去 再还有个绿椎叉就放下去 看是不是很好看 自制的那个玫瑰蜂蜂蜜 蜂蜂茶 我感觉有点甜了 是不是要再放那个蜂蜜呢 还是倒点进去 让它 味道更好 可以拿手拌掉 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要喝的时候拿出来 碗一小点 拌一下它才放个蜂蜜 大家看这就是我今天做的这个茶 大家有实际的话可以试一试 听说是如果你是蜜蜜的话 也会气色很好的 我也没喝过 等我喝了以后 喝几次 试试再告诉大家 现在我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去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下次见